下面说天气 说说天气 那伙伴 你不用假装压低声音 我都听着了 他说了 刚刚疯了吧 天气不刚说完吗 他又说了 不是 我说的这个天气 不是你理解的那个天气 你理解的是天气预报的天气 我说的不是预报的天气 是天气的天气 讲明白吗 你别说你没讲明白 我自己都给自己叫糊涂了 总之吧 我要说的就是 大雾这种天气 那伙伴说了 天气最烦下大雾 根本没啥能见度 出门开车不方便 还压根没法走高速 烦人 确实 一般人呢都挺烦这个大雾的 但是有的却不是 谁呀 江苏南京的徐某 他一看下雾 乐了 没有 下大雾了 大雾好啊 大雾挡住摄像头 苍天助我好下手啊 但事实证明 他想的有点多 摄像头啊 可没他合计的那么简单 头两天 南京下起了大雾了 这个徐某一看 挺高兴 妈呀 这是老天爷赏饭呢 果然呢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出门 今天这指定是要开张了 夜里头 他这么一边合计 一边就往街上就溜达 结果呢 他被咋找就找到了目标 没过多一会儿 他就找到了一辆 停在路边 没锁车门的小轿车 这徐某一看 哎呀 这天赐良机呀 天降大雾 绝好的掩护 夜深人静 周围都没有脚步 天时 人和 站了俩 唯独这地利 没有 因为他发现附近有个摄像头 但是 他转念一想 这么大雾 人都看不清 那摄像头 那晚上 应该也一样 看不清 动手 过去他就把车里边啊 值钱的那些东西 还有一张信用卡 都给拿走了 结果啊 自个儿 嘚瑟了还不到半天 警察就找上门了 你好 警察 跟我们走一趟吧 原因是啥 你自个儿心里应该清楚吧 哎 不是 你 你们咋找到我的啊 哎 我们咋找到你的 你在那摄像头底下偷东西 你挺猖狂啊 哎 这么看不起我们警察吗 不是啊 那你 当时下那么大雾 不说伸手不见五指 那也差不了多少 你这样 摄像头能拍照吗 啊 那你把那个妈去楼 那是绝对能拍到 我今天就让你被抓 被抓个明白 警察为了让他死心呢 特意又给他调出来了监控画面 从他开始找目标 到他围着车 跟前跟着绕 再到他钻进车里找钱包 都给拍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真真切切 不管是大雾 还是夜里的黑暗 那一点也不影响监控的工作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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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